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拍案惊奇,我是阿宝 近些年来,国内出现了很多侦探推理类的电视作品 受到了喜欢追求惊险,刺激年轻人的追捧 比如法医情迷,百叶追凶等等 一部优秀的侦探推理作品里不仅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千奇百贯的作案动机 还有让人匪夷所思的犯罪构思 令人发指的作案手法 各种反转剧情没有编剧写不出,只有你想不到的 但是剧本始终只是剧本 即便是根据真实案件改变了法医情迷 也远不如现实生活里真实行政案件来得让人震撼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1997年的美国加州奥克兰 52岁的史蒂威傲曼是一位刚退休不久的中年妇女 也许是为了照顾长年病重的母亲 史蒂威单身至今,一直未婚 史蒂威心地善良,人缘特别好 在周围邻居员里,大家都觉得这位中年妇女非常孝顺 尤其是对母亲的照顾无微不至 案发前不久,史蒂威年轻90的母亲不幸刚刚过世 虽然家族里兄弟姐妹众多 但是在母亲生前的遗嘱里 还是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史蒂威 在母亲过世后不久 史蒂威便重新振作起来 将自己原本照顾母亲的精力与时间 投入到了打击当地社区毒品交易活动的新事业中 她在房子周围安装了多个摄像头 拍下了很多毒贩交易的过程 并实名向警方举报 就这样一来二去 在史蒂威的帮助下 警方成功打击掉了社区多国贩毒组织 社区的风气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史蒂威的司机在当地逐渐传开 她也慢慢成为了群众眼里的平民英雄 这位邻居们对这位充满正义感的女性 更加亲片有加 可是当地遭到打击的毒贩团伙 显然不非轻易放过这位平民社区英雄 他们视史蒂威为眼中钉肉中刺 打击报复随之而来 1997年6月18日夜里 有人用鸡尾酒制作而成的燃烧瓶 扔向了史蒂威的住所 然说平轻易点亮木制结构的房屋 但由于史蒂威及时报警 火势得到及时控制 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他本人也没有受伤 作火发生后 警方高度重视 担心这只是报复的开始 对付史蒂威的暴力手段将要愈演愈烈 毕竟受伤的人很可能是因为帮助警方 而遭受到的打击报复 警方调查发现在房屋外墙下 散落着许多玻璃碎片 看起来很可能是街头的伸手小部分的所为 风乱中并没有扔进屋内击中目标 就在警方排查侦破的过程中 又一起同样的袭击发生了 7月1日半夜 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燃烧瓶 点燃了史蒂威的卧室 木制结构的房屋这次没能幸免 火势从卧室蔓延到了整栋房子 幸运的史蒂威方乱之中侥幸逃脱 但手上脚上多数烧伤 烧伤面积达20%之多 这一起众活案看起来 毒贩们的报复是否取得了全面胜利 最终不仅烧毁了史蒂威的房子 还有他的两条狗 史蒂威则受伤入境了医院 史蒂威被袭击烧伤的消息 经过媒体的报道受到了美国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次作为伸张正义的女英雄的群众 一方面强烈谴责毒贩 要求敌方严惩凶手 同时另一方面也想帮助史蒂威渡过难关 史蒂威住院期间 当地社区的支持者给他自发的募集了捐款 东奥可兰是一个暴力城镇 有着许多毒品和卖淫问题 这里的袭击事件经常发生 但史蒂威的案例又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全美的广泛关注和群众的支持外 还有房地产商愿意为他免费重建房子 事情甚至惊动了白宫 当时的加州州长也通告悬赏5万美元 征集破案线索 当时警方以为重赏之下 案件必定很快就会有关键性的突破 因为当地的毒贩为了20美元 都能出卖自己的灵魂 5万美元别说出卖自己的兄弟 可能自己的亲人也能共住 但是实际的情况完全出乎警方的意料 悬赏通告发出一周后 竟然只接到了一通 无关痛痒的爆料电话 难道是毒贩们真的如此 其心一致对外 另一方面警方也没有停止寻找线索 但是纵火发生的深夜 周围并没有目击者 现场的燃烧瓶残骸上 也没有找到任何指纹等痕迹 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两周的时间快要过去了 此地位被烧毁的房子 马上就要面临被拆除 案情一直没什么进展 警方便最后一次来到了房屋废墟寻找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 其中一名警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处方位置有一个被胶带牢牢包裹封住的冰柜 因为冰柜住在房屋的角落处 刚好没有被完全烧粉 只是外形有些变形 警员撬开冰柜 发现里面整齐的摆放了很多 用黑色塑料包裹的物体 因为冰柜本身具有良好的隔热性 这些东西刚好被完美的保存下来 警方拆开塑料袋 发现里面装的全是被肢解的人体石块 在场的警员感到十分震惊 他们起初猜测这极可能是史蒂威母亲的尸体 母亲的死亡史蒂威是直接获役人 毕竟在中多的兄弟姐妹里 唯独他获得了母亲的所有财产 难道一共获得周围街坊好口碑 同时又是社区英雄的好市民 竟然是一个如此极端的双面人 更离奇的是 就在法医对尸块进行的DNA建立后 结果显示尸块竟然是该房子的主人 社区平民英雄 毒贩的眼中钉 史蒂威傲慢本人 家里的尸块是史蒂威 那在纵火案里被烧伤住院的那个史蒂威又是谁 法医的检测结果过于离奇 让警方一时都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警方立即联想到了之前接到的一通电话 那便是前面提到的高额悬赏下 那通不通不养的爆料电话 那是在第二次失火发生后不久 电话里自称是史蒂威妹妹的人 说她的新闻中认出了姐姐的房子 但是那位被烧伤带出房子的并不是史蒂威本人 而是史蒂威的另一个妹妹莎拉 经过警方何时确认 原来史蒂威兄弟姐妹共11人 其中就属莎拉和史蒂威两姐妹长的最像 他们从小到大在学校经常被同学认错 在社区也常被邻居认错 人到中年发福后的两位 连身形都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虽然孝茂身形长得很像 但是两人的性格和作风却相去甚远 姐姐史蒂威倾倒本分 而妹妹莎拉者叛逆颓废 他们从小相处就急不融洽 关系并不和谐 警方通过医院住院记录中的通讯地址 找到了个假冒史蒂威 在审讯中 这个假冒者一直坚称自己就是史蒂威本人 但是经过指纹对比 警方从犯罪指纹库的匹配 确定了假冒史蒂威的就是 曾经在197年犯下过卖淫罪的莎拉 原来这几年史蒂威不停一边照顾年迈的母亲 一边还要给不争气的妹妹莎拉提供生活费 莎拉不仅不心存感激 还嫉妒自己的姐姐 嫉妒她有工作 退休后有养老亲 还有母亲的关赖和遗产 直到案发前两姐妹发生了一些争执 史蒂威决定断供给妹妹的生活费 让她自食其力 于是二人彻底翻脸 由此看来史蒂威被谋杀一案 妹妹有重大重要嫌疑 此时警方朝着人直接定罪的方向 开始寻找证据展开调查 要找到证据 那最迫切的当初找到凶杀分尸的第一现场 最初警方想到的是浴室 浴室里的浴缸是分尸的最好选择 而史蒂威家的浴缸边缘 恰好有切割机器留下的痕迹 但最后警方在整间浴室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 后来证实这是浴室装修留下的痕迹 后来警方从火灾发生的过程中推理发现 防止最先起火的地方是史蒂威的卧室 显然很有可能是凶手最想破坏的地方 果然警方就在被熏黑残缺的卧室墙壁上 发现了难以辨认的疑似血迹的斑点 同时将脚下的木质地板聚开后 还能摸到潮湿的痕迹 通过经典的卢米洛反应验证 地板上曾经存在过大量的血迹 什么是卢米洛反应 这里要给大家科普一下 卢米洛在1853年被合成出来 1928年发学家首次发现 这种发合物有一个奇迈的特性 当它被养发死人发出蓝光 几年后就有人想到利用这种特性去检测血迹 血液中含有血红蛋白 我们从空气中吸入的氧气 就是靠这种蛋白质输送到全身各个部分 血红蛋白含有铁 而铁能吹发过氧发青的分解 让过氧发青变成水和单氧 单氧在氧发挪米洛让它发光 在检验血痕时 血红素吹发挪米洛 与过氧发青发生反应 显出蓝绿色的荧光 这种检测方法极为灵敏 能检测只有百万分之一含量的血 即使滴小滴血液到以大缸水中也能被检测出来 即使犯罪现成的血迹已经被擦过或清除过 调查者依旧可以使用鲁米洛找到它们的位置 实际运营中调查者要在调查的区域内 喷洒鲁米洛或激发剂溶液 血液中的铁力气吹发鲁米洛的发光反应 使其发生蓝色的光芒 该反应需要用的吹发剂量非常少 因此鲁米洛可以检测衡量的血迹 发光大约持续30秒钟 在行政学中的鲁米洛反应 通俗点讲就是在凶暗现场 只要有血液溅出并粘到任何物体上 不管是会经过何种方式的清除 只要用鲁米洛实际喷洒在上面 并在暗环境下观察的话 原沾有血迹的地方 就会因发生荧光反应而成蓝白色的荧光 这就是在很多行政案件里都会用到的鲁米洛反应 原来莎拉趁死地为主 最后用钝器袭击了她的头部 并在此残忍地肢解了自己的亲姐姐 然后将尸块冻在冰柜里 并且伪装毒贩用燃烧瓶袭击 企图烧毁这一切破坏现场 然后再以解结死地为了身份接管她的一切 最后莎拉认罪被指控一级谋杀 情节十分恶劣 但傲慢家族里的兄弟姐妹们 不想再多失去一位亲人 最终陪审团尊重家人的愿望 免除了莎拉的死刑 改为终身监禁 谢谢大家观众 这里是拍案惊奇